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选前才传出肝癌复发状况危机 入驻台北荣总加护病房 总统蔡英文昨天14号还特别专程到医院探视 施明德当时还有意识回应蔡总统 不过相隔不到24小时 今天15号台北荣总是发出声明稿证实了施明德在凌晨病逝 消息一出他的好朋友陈文倩也在脸书上留言吊咽 永远的革命领袖党主席反贪腐运动家施明德 合上他的眼睛辞别他深爱的土地 施明德是台湾政治的重要人物 曾在蒋介石严家干蒋经国和李登辉四位总统的任内 三度以政治犯身份入狱 还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坐牢时间加加总总近26年 被誉为是台湾的曼德拉 他还曾担任立委在2006年9月的时候 以抗议成水扁贪腐民意发动百万群众 以总统府为中心的示威运动 当时的红杉军备受社会关注 没想到今天刚好是施明德83岁的生日 在今天凌晨辞世 曾任他特别助理的前立委林中正 也在凌晨发文哀悼证实消息 院方也表示将尊重家属安排 提供必要协助妥善处理后事 他就有极限权的生日 你